而针对新竹棒球场的问题 现在持续受到关注 新竹市政府还为此成立了 新竹市立棒球场的工程体检会 早来前内建部务长 李鸿原来担任体检委员 针对棒球场的土壤 还有排水等等缺失 要来进行体检 了解这球场下头 究竟埋了什么东西 至于在舒适的部分 陆续发现也陆续改善 师傅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要为新竹棒球场总体检 就是因为日前民进党团 痛批新竹市府摆烂棒球场问题 让WBC热身赛无法再次举办 这个开挖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安排来 应该会尽快来 来试情况来开挖 市府亲上火线 澄清棒球场问题 就连前内政部长李鸿原 都被请来担任体检委员 仔细说分明 澄清不是开挖球场 不是开挖 专探 下面到底埋了什么东西 他有没有照当初的设计规范 在设计 其实这东西就很清楚了 至于民进党团认为 需要改善的152项缺失 已经完成了9成 现在只剩下4项 蔡立金也澄清 陆续改善 也陆续发现缺失 如果要办经典赛 他必须要草皮 他能符合经典赛的一个规格的话 他必须要有两个月的时间 来养护那个草皮 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后续问题 需要处理 再来因为排水出壤的问题多 体育署也曾发含要求 完成验收才能规划使用 因此才没争取办理赛事 但是绿营却不买单 呼吁新竹市政府不要再回避了 全面开挖 早日的来办理验收 整个报纸上改善的过程 市政府都有 混动式的检查和记录 而凌确回答不出来 真的是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就连草皮养护也一并做了澄清 新竹市政府强调要改善的地方 还有很多面对问题 了解缺失 回归专业解决 记者严荣新竹报道